我都上了很多各样的肺部头 不单身的就特别碎了 这是刚刚做的 然后很多人就跟我说 给孩子穿条内裤了 所以我就决定把肺部头给利用起来 找一团线 我们开始缝一缝 这个就是包装袋上的雷丝 我决定大概是给它缝一圈 然后再贴上白白的棉布 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把棉布贴在前后两片 然后把它剪下来 再缝上 抛屁股带这块 稍微动了点不笔 前面就可以稍微斩一点 而且不需要什么太多技术 我觉得是不是会缝平枝 就可以缝内裤了 所以不需要很多的剪裁技巧 就比着把它的身体亮了一下 找的这个线也是跟那个类似的 类似的 就是薄粉色 所以不叫薄粉色 这叫米白色吧 然后很多粉丝留言跟我说 是男人的手 就连我妈都跑过来跟我说 你这个手是不是应该做做护理 好歹洗过手之后抹一点护手霜啊什么的 但是我好像坚持了两天 就坚持不下去了 所以护手霜只用了两天嘛 于是又回到了我男人一般的手 再缝一圈 它在那边一扯就掉下来了 第一次缝内裤 有点紧张啊 这个形状不会是太丁字了吧 因为我其实家里是有那个 利家娃娃的小内裤的 但是呢 就比较 我来看一下 这利家娃娃的内裤 穿在我这个娃娃身上 它不是很合贴身的那种 我就觉得 还是自己缝一个吧 怎么着底裤都得给孩子一个合适 对吧 好 我觉得差不多吧 就这么着 然后我们打个结 就有点像内裤了哈 反正就是 能力范围内能给它做成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反正裁衣服不是我的专业 再打一个 天呐我的手好笨啊 哈哈哈 这个手太生疏了 差不多了 找个剪刀 我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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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不合适 我有点紧张 我给它试一下 因为我这是背着放的 所以我得给它 哎呀呀 弄回来 然后这是刚才我画这个形状时候用的那个水消笔 蘸一点水吧就没有 我手上蘸了一点清水 啾啾啾啾 你看它就没了 这个水消笔就比较方便 它这个颜色找洗一次颜色就没有了 哎呀呀有点紧张 看看它这个合不合适 这内裤看起来有点 太性感了吧 哈哈哈 哎呀呀好紧张好紧张 天 行不行吗 因为我就是比着它身上那么随便 哎呀是不是太大了 这小屁股穿着那裤子也很大了 哎呀 哎呀 重新来再缝一个 没事 痛着痛着 我们继续缝 缝到合适为之 画了一个内衣的图纸 拿着脚子 打热 然后给它上面也做一下 这是先教员的 很好词 做好嗎 好 money 好呢 算了吗 czę功 用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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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不错 但是把它做成功 我的 2000年之后 BJD制作教程请求主页 记得在这些平台关注我